不知道待会儿有学校拍摄吗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 就是这段时间一直在跟自己抗争 就是做心理斗争 对 害怕吗 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 倒不是说就是很害怕吧 真的吗 我刚刚听到了害怕 害怕 就是有一点点不太喜欢水这个东西 为什么 就是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就是会有一点点的经历 然后导致现在会有一些的阴影吧 加油 没关系 之前有没有学校拍摄 以前也有水下拍摄过 但是不是水下拍摄 是在水上拍摄 就是说我的脑袋还是在水上面的 对 然后再上一次可能就是在拍电影的时候需要 但是也就只是一小下下而已 没有就是说不需要在水下睁眼 或者在水下待那么长时间 马上又下水了 马上又下水了 你有没有想说对自己 嗯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不是很擅长 或者是自己会恐惧的一些事情 就是要不断挑战自己 然后克服自己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战胜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才会有进步 特别自己 对的 加油 加油 虽然欲远啊 沉嘴啊 喜爱啊 嗯 怕雪 安琪啊 刘雨昕啊 为了作品 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游泳 嗯 重新拍也 勇敢游泳 勇敢去 然后 我有点感动 嗯 嗯 嗯